又來到EG哥仔 由2019年起,疫情一波又一波 現在袁國勇還說 預料未來6至9個月內會爆發第六波 大家,你們又被疫情影響了多少呢? 我相信整個香港的人都沒有幸面 而歌手陳雷也是其中一個 3月11日出的世界與你無關 就是因為疫情的原因,錄音延遲了 但因為陳雷實在太想出給大家聽 所以他就跟Mike Orange一起出了這個版本給大家聽 直至到4月6日才有這個真正的Studio Version排台 故然不出奇,有關疫情的所有東西 你一延遲,座底都起碼搞你14天 算起來4月6日就出到這個Studio Version 看來都已經開了Turbo去做 最近無論是香港還是國際的氣氛 都令人感覺到相當大壓力 他就是說世界與你無關的一首歌 就不是讓你不理了,什麼都不多的事 不是要變成不問世事 而是當這個世界崩壞到令你覺得很大壓力的時候 試一下先跟自己說這個世界與我無關 給自己一些喘氣的空間好好休息 之後再繼續震撞 努力再次去面對 令到我們的世界不要再繼續崩壞下去了 Studio Version 承手都很陽光的 好有一種鼓舞的感覺 就跟之前Acoustic Version 裡面 那種在你旁邊開解你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大家就快去聽一下這個Studio Version 我自己來說,疫情之下不能去旅行商就當然了 最麻煩是搞到本身二月尾已經要完成的Studio裝修 搞到今時今日,終於都叫做搞好九成啦 所以你們見到我之前channel的影片一直斷斷斷斷出 還有某部份的工作,因為第五波疫情一爆的時候 就全部叫Postpone 是到現在都未見回營的 如果大家未能做到這個世界與你無關的心境 不如嘗試在這條影片的留言告訴我 這兩年因為疫情,令你有什麼不信心、不信意的事情發生了 一起來診一下 還有什麼會令世界與你無關 就是找到另一個世界了 送上今集的冷知識 已經知道最近地球的人類移居行星叫做比倫星β 位於半人馬座 是半人馬座α三合星的第三顆星 科學家就發現比倫星和輪近的行星的關係都好像地球和太陽 比倫星β的質量就沒有太陽那麼大 雖然與旁邊的星體相對地較近 但是科學家就說不影響 表面溫度就說與地球相似 附近還可能存在液態水 而最重要的就是 它與地球相差不是很遠 不像之前找到的移居行星 有幾千光年、幾百光年 它只是有4.2光年遠 但是其實都是去不到的 目前的人類技術需要去到4.2光年遠的地方 是需要一萬六千八百年 看來歌的世界就真的與我們無關了 這支歌仔今集就到這裡 主片照舊逢星期一星期四出 而235就會出這支歌仔 都是介紹一首新的派台歌 加一個冷笑話 不是不是 加一些冷知識的 繼續想知道樂壇有什麼新歌 或者想知道更加多的冷知識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